好,立即議員三分鐘 謝謝主席 為何警察會這麼多市民給零分呢? 剛才葉建源那四個字 喪盡天良其實是傷天害理 真的很準確 除了傷天害理 還是臭屎物襟 今次他回答財務委員會的回覆 主席,其實大家看到最常出現的字眼 就是不宜公開 有三十次不宜公開的答覆 有七次就叫做不便公開 有十一次就未能提供 一次就是不適宜公開 包括什麼呢?他不可以提供的東西 主席 富豪卡的數目印了多少張都不可以提供的 買了多少隻水馬不可以提供 催淚彈有多少顆不可以提供 最瘋的呢 是買了什麼電筒都不可以告訴人 我們的警務處買了多少支電筒 買什麼型號的電筒都不可以告訴市民 請問聽 主席 有一條問題 在這麼多條裡面 我覺得連李家超局長都應該看不過眼的 就是 SB091 問 問什麼呢? 就問警務處長鄧炳強 19年11月19日至今的個人籌作的開支總額 那他回答什麼呢? 他回答 整個警務處每一年 就一百零一萬那麽上下 處長那條數就在裡面的了 連保安局局長主席都在SB011搭郭榮鏗的時候 講清楚自己一年是二十萬的籌作開支 阿局長 阿局長 你後面這一個人憑什麼 還比你秘密 我現在想問 叫他講清楚阿局長 到底警務處長籌作開支有沒有上限 是不是可以一人吃光一百零一萬 他自從11月19日上任以來吃了多少錢 主席 首先要澄清一下 這個是不正確的 剛才議員所描述的 我對警務處長在籌作管理是絕對有信心的 很多時候 有些官員其實他的級別 可以用一些更高的待遇 例如他坐某些航機 他可以坐高級些 但是警務處都是 主席我求個答案 李家超說什麼廢話 人家回答你 你又說人家說廢話 他講什麼 我叫他講數字 我叫他問警務處長 他這麼回答什麼 他現在講到一半 警務處長的籌作上限 局長你可不可以講我上限出來 警務處長的籌作上限 和一般警務人員 都是受到我們不同指引和限制去監管的 那些全部是符合我們的要求的 主席 配備了 審訊 指導 指導人員 指導人員 我們 指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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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人員